桃園市議員劉許婷在總質詢時指出 桃園市近年來福利建設大撒幣 舉債年年攀升 其中老人三節近老近的支出更是可觀 根據統計顯示在2032年 桃園市每年就要花在這裡40億元 希望市長能妥善評估財政支出 市長講說這是在桃園縣的時代就有了真正 大家都一直跟著做 但這件事情如果毫無節制的話 其實在未來可能會造成更大的預算排擠跟問題 那我不覺得這件事情一定要用排富的方式解決 但我認為是需要有節制 所以我今天提出的概念是 是不是可以設定總和天花板 如果我們每一年按照今年的額度 如果老人變多大家就零少一點 這樣子的額度把這個上升趨勢把它壓平的話 那到了2032年我們可以為桃園市節省下100億的預算 如果我們毫無節制一路這樣往上發 我們還要發掉400多億的預算 那相當於每一任市長要發掉一條輕軌 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蠻恐怖的問題 針對議員的指教市長回應敬老金是多任縣市長延續下來的政策 接下來會研議與其他福利結合 但最好是由中央統一標準來執行 那這個部分多數的議員主張要加碼 那我基於財政的考慮我希望保持不加碼的政策 那少數議員要求這個減碼 但是呢還沒有具體的方案 那我想最佳的方案是全國統一敬老金 把它轉軌成為這個全國一致的標準 或者結合這個新版的包括國民年金 包括農民年金讓它可以整合成為老人福利的一環 我想這是比較好的做法 那桃園市在這個中央沒有統一的這個福利支出的部分 那麼我已經減少大概二十幾億 另外議員也指出 鄭市長上任以來 桃園市舉債已經成長了整整兩倍 預估到市長任滿時將會接近四倍 議員還特別準備了桌上型顯示器要送給市長 希望市長好好思考 不要成為難板城局 市長剛上任的時候 桃園市庫的負債是260億 到今天是527億9千多萬 接近528億 差不多翻了一倍 那我們有看這個預算書 如果從108年的12月到109的12元 因為109年的預算短處是138億 所以這一筆如果到最後執行完畢也要舉債 從108年的年底加138億 預計今年年底這個中上面就會變成680億 所以其實是在快速成長的階段 就是那個往上衝的這樣子的階段 那如果是我今天問市長有關舉債 我不是說不能舉債 我只是講 我也沒有講 我們從來沒有否認市府的舉債 並沒有愉悅法定的額度 但市長作為城市的治理者 他對於舉債的限度限額 他有沒有一套精確的盤算 他認為他任內應該要花多少錢 他有沒有一套完整的想法跟構想 他有沒有實施清楚 還是他隨時可以變化 隨時可以擴張 如果隨時可以變化 隨時可以擴張 恐怕這個就會每一年以最大上限的額度去跳 那到市長2022卸任的時候 很有可能就變成800多甚至900多億 甚至接近1000億 那這個南板城區的惡名 他恐怕就洗刷不掉了 市長解釋 桃園市建設都是由中央補助加地方配合款 考量債務問題也會進行滾動式檢討 雖然目前經費支出比較多 但建設期五年後 桃園市的財政一定會更好 記者帶我一頭一報道